在地球5.1平方千米的土地上 大约孕育了870万种以上的生物和80亿人口 你会感到拥挤吗 你是否也曾想过 倘若地球也能像生物般可以生长 变得和太阳一样大后 人类就无需担心上述问题了 事实真的会像我们想象中的那般美好吗 要知道 大约需要100万个地球 上万颗行星才能填满太阳 如果是地球的地球 如果地球和太阳的大小一样 那么地球无疑会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在太阳系的八颗行星中 地球只是一个相对较小的行星 与最大的行星木星相比 地球的大小似乎不及它的十分之一 与最大的太阳相比 地球的大小是太阳的130万分之一 因此我们很难想象 地球突然扩大了100多万倍 它犹如一只蚂蚁 突然长成了一只强壮的大象般 显然 该现象带来的变化是无法形容的 虽说我们很难想象和太阳一样大的地球 但是 当我们考虑到一个和太阳同样大的地球 有着等同于太阳的质量之后 你就会发现 它不仅会危及人类的生存 还会破坏整个太阳系 毕竟当地球和太阳一样大时 这意味着它将拥有更为强大的动力 首先我们会发现 地球土地的面积完成了大规模扩张 地球上的耕地面积 可以建造的房屋面积 会在瞬间增加100万倍 北京拥挤的环形交通 上海的天价房价 将在很大程度上有所改变 届时 每个人都可以用最低的成本 居住在几公顷的别墅里 每天享受从100平方米的床上醒来的感觉 还可以在犹如田径厂般宽阔的阳台上喝咖啡 看日落 现实确实 随着地球尺寸的增加 可能会让整个太阳系的结构 发生巨大的变化 你知道吗 太阳系之随如此稳定 主要是因为太阳的质量 产生的引力 约束着这些主要的行星 坦如地球突然变得和太阳一样大 地球在质量增加的过程中 它产生的引力 会与太阳的引力相互竞争 它们会同时俘获其他的七大行星 让整个太阳系 在短时间内陷入一场争夺行星的战争 如此看来 此时最大的问题当属小行星撞击 最先撞向我们的是月球 如果按照目前的地球的体积来看 月球的撞击无疑会对地球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撞击后 地球大概会像形成之处半狼藉 不同的是 在假设中 地球的体积和太阳一样大 而月球的撞击威力 在这时大约相当于让恐龙灭绝的陨石威力 这意味着此番受灾的对象是人类 在这里 我们还会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当我们把它考虑进去后 你会发现地球上的生命几乎不可能存在了 这是因为当地球变得和太阳一样巨大 而后 地球上将会发生以下的场景 所有树木纷纷倒下 生态系统逐渐崩溃 人类的基础实施也在坍塌 农作物不再生长 水资源也变成了最稀缺的资源 显然 地球正在变成一个死亡星球 倘若乐观一些 从好的方面来看 大概就是该时期的土地资源比现金丰富得多 我们不甭想象一想 整个地球的地形被拉长 大陆面积也会扩大 这对那些因人口过剩 从而导致生活品质下降的地区来说 可谓是雪中送炭 而买下一块不错的地皮 相较于当时地球上的行情而言 可能也会较为容易 可以说 从来没有一个比现在更好的时机 让人们购买房产了 只不过 该阶段的人类已经为生存感的十分还有了 谁还会想到这件事 事实上 此时的人类还需考虑 地球上的每一片水域 因为它们将要覆盖 比现在更多的陆地 这说明湖泊 河流 大洋都会变浅 这会让它们的水分更容易被蒸发 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干涸 海洋生物无疑会首当其冲 陆地上的野生动物也就不得不开始迁移 去往更远的地方寻找淡水 这种长途跋涉 也会让它们置身于危险中 我们人类也将会处于同样的危险处境 人们可能会为了有限的淡水资源 大大出手 而我们的粮食产量也开始迅速减少 简单来说 当我们的地球变得和太阳一样大 那么就像水一样 我们的土壤必须扑散开来 才可覆盖更多的地方 这样一来 土壤层就会变薄 粮食作物也会减产 而人类对粮食的需求却未改变 其实相应的 在通讯方面也会出现极大的影响 由于面积变大 电波也会存在三秒左右的延迟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在相对不算太远的地方打电话 如果跨越了一个半球 恐怕上午说的句话 下午才能传输过去 与此同时 地球的温度会上升10度左右 高温天气会普遍出现 夏季最高温度可能达到50多度 由于紫外线的增加 导致人们患上皮肤癌的几率 也会大大提升 冰川会融化 海平面会上升 沿海城市均会被淹没 到时你可能会在喜马拉雅山上 拥有一套海景房 更重要的是 随之质量的增加 地球本身的引力 会让人类在陆地上寸步难行 如果人类想要继续生存 它们就必须为了适应生存 进化成剧烈 对此 大家是如何看待的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感谢观看本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启明 谢谢那些关注太空级科普的朋友